先把别轻回给我打在屏幕上好吗 我终于长大到有不够的零物钱给我的小拉娃娃了 纵使我忘记了曾经的秘密号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伯娘小魏 08年的一款夜游摩尔庄园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直到今天我都能记得它曾经带着我的快乐 虽然很遗憾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停更了 而且我也不记得我的账号了 但是今年的六亿儿童节摩尔庄园的手游 它上线了 作为一名老摩尔我必须要进游戏去看看 它跟我们之前玩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最近还能不能找回我童年的一点影子呢 让我们赶紧进入游戏体验一下吧 走起 早晨八点各位老摩尔们好呀 今天我从我八平米的小土屋中醒过来 俗话说头发越粉做人越狠 正如你们所见 那狠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查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太阳公公对我笑 今天必须要出草 实话告诉大家 别看我叫婆婆兰兰 其实我是拥有着八百奇米农场的农场主 每天早上的工作呢 就是播种 浇水 土地 播种 浇水 要是不想浇水呢 很简单 就用一个叫做金克拉的超级肥料 肥料摻了金克拉 小麦 母茶一千八 一旦下去不得了 庄稼瞬间就变大 要问好处都有啥 谁吃谁就地瓜瓜 当然啦我是不会吃这些庄稼的 找好的庄稼当然全都要卖给钱来收购的其他居民喽 要是卖不掉 那一会儿就拿去摩尔餐厅里做成美味大餐 达成一个自产自销的良好发展 中午十二点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干饭 一顿不吃呢 可不是得饿得慌吗 为了生存啊 打工是一定要打工的 身兼数值的我 既要在前台雇佣服务员 又要在后厨做饭给顾客吃 还得研究新菜谱 用微波炉来展现我大厨的厉害 最后还得赚钱给餐厅买家具 买装饰品 所以我到底是个老板 还是个打工人啊 不过 看到客户吃的那么开心的样子 我的这些顾虑也都随之消散了 你看他吃的多开心啊 用手往嘴里扒拉饭 那是一口都没扒拉进去啊 还有这边的客户 好开心啊 两个人对坐着一起扒拉空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乌龟对线求偶 互相拍拍脸啊 喂 三点钟了 吃饭先了 别打空气了 哎 你根本没吃进去啊 再看看有这么多的居民排队 准备吃我做的饭 我就为这个小镇 接下去的食品安全所担忧 下午四点 打工累了 我可以回我的农庄 钓一钓鱼 休养生息 还能再把农场 或见或见 准备日后真正做到母产一千八 最重要的是 今天迎来了我的小拉姆 一想到长大的小拉姆 能被我送去上学 享受知识的熏陶 我就万分期待啊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 认识小镇的居民 更让我快乐 斯塔特姐姐 站在了她最喜欢的 服装设计店门前 还送了我衣服 唯一的大白雪王弗里德 在游戏小屋里 等着我给她送椅子 还有嬷嬷公主 在摩尔城堡前 等着所有小摩尔的拜访 只是不知道为啥 当我碰到嬷嬷公主的一瞬间 我居然看见了 黑化后的嬷嬷公主 还有摩尔城堡 竟然遭受了猛烈的攻击 这什么剧情啊 怎么会原来的不一样了呢 那吓得我是一股脑 就骑着我的小电驴 跑回来家呀 也许之后会拯救世界 但是现在 我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天 期待一下24小时后 出生的小拉姆吧 好了小伙伴们 摩尔终于就体验到这里了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除了看到熟悉的玩法 和熟悉的NPC呢 这次还有了新剧情 当然了 大家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还有很多的内容 没有被完全复刻出来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游戏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东西 会更新出来的 期待各位小摩尔们 自己去探索吧 啊 曾经玩的很好的网友 现在可能都已经不认识我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看到了这期视频 想起了曾经自己美好的回忆 希望可以为我们的友谊 点个赞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